学员聚精会神地听着导览老师讲解孔庙的历史以及建筑特色 并不时拿起手机拍照或是勤作笔记 就是要将每个重点记录下来 大同区公所举办新住民发现大同即参与式预算文化走读班 带领学员认识大同区的历史与在地故事 不只新住民学员就连土生土长的大同区民都觉得收获良多 我是在迪化街附近长大的 所以今天来是参加这个走读才知道说 原来原山那边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日式建筑 老师也很详细的介绍 那走到孔庙这边有看到 我为了老师其中有个字怎么念 他说那个叫万刃工墙 很特别 我们才知道说由来是什么 那介绍了孔庙里面的建筑 它的木造 还有它的毛损的这些做法 这让我一下也深刻 那因为我带了小朋友来 带我的孙女 我是阿嬷了 所以明年我们还会继续报名参加这个活动 来参加这个走读 让他们知道说 我们台北是一个什么样的都市 那我们长大的地方 谢谢老师 还谢谢那个曲公所 今天拜的这个活动 那我们很深入的去了解 就可以知道台北市有哪些文化吧 因为我们还是在台北市走动 然后看到里面的可能有孔庙 一些附近的 原山附近的 我想说 觉得也很有趣 因为每次自己走过去 根本就不知道它的文化 我反而觉得这次来 我觉得更深入了解说 原来这东西是有各个的意义 包括它刚刚的屋檐 是几层 然后是有一些小小的巧识 因为每次来带小朋友来 看看走走就走掉 也不知道任何的文化 那我觉得有走读这个东西 可以更深入它的 了解它的更细节的意义 这样子 大雄宝殿我觉得是 因为我常常有 你去出国嘛 也会去走人家寺庙 可是我觉得我们台湾的寺庙 真的是很漂亮 然后 而且在那么四处的地方 它一个这么 这样木质性的一个 神社跟寺庙 我觉得很香 因为刚刚过去的时候 木质的香味 而且保存得很漂亮 我会想要特别找时间 带家人再过去看那一个 所谓大雄宝殿 我觉得很有意义 这个叫做抖 这个抖就是一个 类似正方形的东西 这个叫做拱 所以你看这个拱 拱的尾端会接一拱 有没有发现 然后抖呢 再接一个更长的拱 有没有 然后拱的最最终端 又是一个抖 然后这个抖呢 它又跟厉害 可以接好几个拱 所以这样子 直接接上去 不需要用一根钉子 就是用笋毛结构 它就是这个抖 有磕那个沟槽 课程透过专业导览老师 带领学员深度了解 北大同大隆同地区 周边的历史人文 与建筑特色 像是邻记护国禅寺 花博针宴馆 临盛院 四十四砍旧址 以及保安宫 孔庙等特色景点 并融合台湾发展历史 以浅显易懂的方式 让学员认识多元文化特色 感受大同区的魅力 你会发现这个 从捷运原山站出来 附近就有很多建筑 这个建筑它有传统的闽南市的风格 也有日本的风格 也有我们战后之后 为了中华正统 有一些北京那方面 风格的一些建筑物 在这个地方都看得到 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交通方便 而且走路还蛮适合散步的地方 也是一个北大同大隆同 这边的一个特色 然后这边以前也是文风 非常鼎盛的地方 有出非常多名人这样子 对所以这边也可以边走读 然后可以边听一些精彩的故事这样子 对 那关于能学到什么 我会觉得说 就是这个地方有非常多的故事 那它是可以彰显过去 因为现在台北的发展速度过快 那大家一直往前走 但是其实你会发现 很多国家他们在重视他们一些历史 过去的一些文化这样子 那我当然也希望就是透过这次走路 那发现北台湾这个地方可以很近 就捷运在附近就有可以体验这么多多元文化的地方 对那我也是希望他们可以有借由简单一个下午的一个走读 对那就可以很简单很平易近人的就了解这些文化这样子 会比较着重在看得到的部分 那我就跟他们强调说 当初的比如说日本人的政策 或者是说这个庙 就当初是找大陆的匠师来 因为这个本土这边 因为日本人的统治 那匠师也是日本派的 那所以这方面 能盖出这样的房子 就是因为跟大陆有连结 所以我们就是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时通背景 来跟他们做解释 大同区公所期盼透过漫游在地景点 带领学员认识大同区的人文历史 并融入大同区参与式预算成果 鼓励学员加入参与式预算提案行列 在感受大同区的人文风华同时 也加深新住民与在地民众的社区意识 记者理系会台北报导